每年九月是國際失智證月 衛福部的調查到去年底 臺灣失智人口有將近三十二萬人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平均每十三位就有一位失智 而八十歲以上的更是每五位 就有一位失智 臺灣失智證協會也特別舉辦了特展 協助民眾重新認識失智證 詳細又專業的幫民眾進行導覽 他是八十一歲的鄭先生 退休前是某金融機構的高階主管 兩年前發現自己記憶力退化 常常妄東妄西 到醫院檢查確診為輕度失智症 不過他並未因此而退縮 反而更積極參加志工活動 現在病情穩定 藥物也減半 人生活得精彩又充實 根據衛福部調查 到去年一百一十一年底 臺灣失智人口將近有三十二萬人 換算下來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平均每十三位就有一位失智 八十歲以上高齡者 更是每五位就有一位失智 民間團體認為失智證是高齡社會中 難以迴避的議題 面對失智人口快速攀升 如果能及早介入藝術治療 或是團體活動等 就能延緩大腦退化的速度 透過有很多社交的生活 我們對於這個 這些藝術的接觸 其實可以讓我們的活化 我們的腦部 為了提升大眾對失智症的認知 臺灣失智症協會十五號起 在臺北松山文創園區 舉辦國際失智正月 記憶的掛號性特展 展期中每一天都有失智者 親自帶領喜歡的活動 或是分享人生哲學 邀請民眾重新認識失智症 並給予友善支持力量 記者 讓市民張子佳 台報道